这里是洛杉矶的一处豪宅 在一个很好的住宅区 这里叫做核桃寺 外边是院子 然后这是我住的房间 也是很大啊 这里有一个衣帽间 出来的话 一个小厅 这边是厕所 洗澡间 这里是一个车库 停了房东的两台车 两个奔驰 然后他儿子的跑车 只能停到外边去 新鲜啊 好奇还死猫 这里是餐厅跟厨房 这里是客厅 主人是住在楼上 楼上有三个房间 然后他们那个主卧是大的夸张 基本上从厨房这一头到这一头 就是一个主卧 我其实在洛杉矶 基本上就是住在这个豪宅里面 它是我一个朋友吹哥的房子 以前我还在那个 我那个时候还在加拿大的时候 吹哥就跟我联系了 他说老张力 如果来洛杉矶的话 可以到我家来住 我这里有个客房是长期空着的 我说那行啊 反正我去洛杉矶的话 先去盯胖子 体验几天那个家庭旅馆的生活 我就搬到你这里来住 所以在洛杉矶 我基本上就是住在这个豪宅里面啊 给你们看一下外边 外边是基本上算一个山谷吧 这个小区不管是居住环境啊 还是这个什么教育方面的条件 都是挺好的 所以住的基本上是因为有钱人 我来拍里这个院子 吹哥躲在那个玻璃后边啊 我要放个视频说我住在这里啊 这边走过去就是他们的那个小院子了 是搞得挺好的 那边有个门 那这个大松树也是你的 对啊 这么多啊 那一块是五号果 对全是五号果 你没吃过吗 没有 这个橙子和下 我可以加几个 再一个月行了 这今年的橙子马上要接了 看已经开花了 橙花已经开了 这不就今年的橙子吗 难道是去年的 这是去年的 哦 这是去年的 你看这边上面的橙花都已经开了吗 哦 是的是的 白色的 但是今年要接了 这边人吃橙子啊 不摘 就是不能啥的 不全摘下来的 它就保持新鲜 你要摘下来的 它比快水汽就会吃 而且这个吹哥 除了提供我一个地方住 他还整天带我去看过手车 我这个门想关一下 不然很多虫子爬进来 昨天还有一只壁虎爬进来了 被那个猫抓着 今天这个视频啊 我就专门讲一下 在美国买个手车的一些经济啊 因为我在这里看了 可能十几天车了 整天才看 走 准备出发啊 两件事啊 先陪他去修车 所以我们得开两辆车出去 带着去取我的车 我是找一个老木 买了一辆7000块钱的热手车 是丰天的博物业师 今天是时间去提车的 他是来帮我过户 我可能还要 另外付几百块钱 过户的费用给他 你开那个 我开那个 那里跟我说要挡着呢 手刹手刹 按这里啊 这里是啊 知道了 拉西了 本期坐着是挺舒服的 这个椅子软软的 这个玻璃早该换了 不开这个车不知道 因为这个裂缝 就是正好在驾驶员的正前方 去问那个修理厂了 我就跟崔哥说 我说你就干脆不要送我了 不用麻烦送我了 因为我们待会 你送我去 我们也要开两台车回来的 我不如干脆自己 租个公交车过去 我就租公交车去了 去提车去了 在车上 我还跟那个车贩子 稍微沟通了一下 还是比较正常的 190美元什么什么的 手机有说好的 没问题 接着我因为在车上无聊 我顺手查了一下 这个WIN号 在就是车交号 这里我普及一个小知识 就说你们如果在美国 想买车或者什么的 只要拿到了这个车的车交号 你是可以在某宝上面 去花几块钱人民币 去查询这辆车整套的历史记录 包括有几个车主 哪一年过户的 包括他有没有发生过 各种的交通事故 甚至系到这个气囊 有没有谈出过 这些都是给查到的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去推算 他有没有改过这个马表 就是一个里程表 如果这个信息里 在美国他这个官网上面 查询是很贵的 差不多要40多美金 比如找美国的华人帮你查 可能也要收个10美元什么的 在中国查就特别便宜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们记住了 后面我查到这个号 我就发现他在前几年的时候 改过一次马表 从19万英里 改到了9万英里 这就有点离大谱了 我就马上给他说 我说这个车 你现在停止给我办过货 我不要了 因为你这个行为太恶劣了 你老老实实 是把这个定型马上退过 你如果有任何的抵赖 或者拖延 我就直接去小法庭告你 然后他就着急了 他说等等等等 等一下我打电话给你 我这个骗子给我打电话了 send the phone number and the name for I'm really back the post it's my phone number you can just send if you send yeah I can check 我看看他是不是要转啊 他不转的话 我就过去找他 真是麻烦 不过还好 美国是法治社会啊 我不信的不还给我 不还给我 真的是告他的 老崔也好热心啊 他就忙下车啊 在这边等他 他跟我一块去 他说人多力量大 如果这个骗子 把战国转回来了 那我想想看 我也在这等老崔吧 等老崔一块回去 妈的右腿就看车了 看车就是已经看了好几天了 还挺麻烦的 在这里选车 他又给我回了一条信息啊 他说30分钟之内转给我 那我等等看 这是我刚给他发的信息啊 我说我刚刚查了车交号 我发现你给了这个里程数 然后马上停止 做任何过后的事 我说现在情况已经很明确了 很清楚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在Facebook跟我联系 因为他本来是发布商品 在Facebook 就应该在Facebook上面聊天 有一个聊天记录什么的 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让我打给他 然后我就接着讲 你还要让我在一个空白的 那个DMV的那个表格上签字 就是过户用的 这张空白的表格 我先预先签了字 而且来提出帮我把车辆过户 还要我转一千块钱定金 到一个另外的手机号 因为这边转账 是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号转账的 所以就是全部都是设计好的 我前面跟他说 我现在过去把我的钱拿回来 你喝什么我帮你点 什么卡车辆料 挺麻烦的 哪个挺麻烦 就这个事儿啊 如果说是 你那个是空白的那个 那个DMV那个资料嘛 签了名了嘛 他如果填了12 就是12万 他已经跟我说了 打车了他说 他说他转账给退后 他是这么说啊 谁知道 等等看看 反正我们先坐一下 我说你这种行为太恶劣了 他说我以为你知道 我说你放屁 你Facebook上面写的也是12万 对吧 然后你车上面是12万 是不叫我知道 我还有一个评线呢 我看着面下 我也是看着老实的 真转了 哈喽 你收到钱吗 我收到 OK 现在是去一个中国人开的修车场 我之前看到是在Facebook上面 找的什么老木啊 什么白人啊 七七八八的 同一是去中国人们修车场 请问的那种老木 每一个靠谱的 我看了好几个都是改表的 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是写10万卖 结果他妈老师一查冰号 是开了30万卖了 然后我刚发信息给他 他说你浪费了这时间 他现在装傻 我说我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老婆说很不要脸 写的这10万卖 你看他装傻 最后他说我不知道人家说啥 I don't know you talk about it 真的好不要脸的这些浪费 老板退去了 还没回啊 他说他开了个白色 我怎么开回来 我们就哪有毛病 我还没要给 帮你修车没毛病再买 肯定我们不会说 卖给是问题 卖给人 是的 你放心 他们这个以后 我们实体店很多年了 在这吧 对 好嘞 好嘞 你忙啊 还是找中国人靠谱 老板已经开过来了 小凯来帮我试车 地址那边有点松 我是特别紧绍 就像有点你坐出租车的感觉 他就前面有点松 他东西不烂 4600 我把那里打球 保鞋三个月吧 那给你保 发那些大电池 可以了 那你帮我接过货吧 另外有一个华人的修车厂老板 把一个车开到这里 是一个丰田的SUV 我最近那几天联系的 都是华人的那个卖个手车的 我觉得还是跟华人打交得舒服 真的 因为我 之前我在那个Facebook上面 找的基本都是老末啊 也有美国的一些白人 就感觉 不是特别方便 要不就是发信息半年不回 联系不上 要不就是老末喜欢搞东搞西 去改一下理声表什么的 特别特别费劲 跟他们打交道 还是跟华人打交道 总体来讲有效率 真的真的有效率 那个修车厂的老板已经来了 对我跟他讲一讲 我说我在拍视频 我是拍YouTuber的 所以我拍一下过程啊 那算了算了 你不是买车就算了 我买车不好这些 我买 我们不搞这些 我可以不拍你啊 不用浪费时间 不用浪费时间 我钱随时给你啊 你要是买车 我随时给你钱啊 搞这些就算了 我就是买车啊 你不是买车 这个老板怕 哦 他怕 我又说我在拍视频他怕 跑了已经 你跑啥了 你怕啥 我钱现在先给你好不好 车先买车咱们去看车 我先给钱给你好不好 那就不拍了 你怕啥 我拍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我不搞那些 我你不搞我拍我自己啊 我拍我自己你怕啥 没事 你不是很奇怪吧 没事 你奇怪 因为我们外车就是卖车 你卖车 我买车有啥问题啊 你坐上门来 你又拍这拍那的 我 我就给钱啊 我现在给你钱休息啊 你看一眼 你我不知道你啥意思啊 我说 我记录我买车的过程 我不拍你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不拍到你 你又啥好生气啊 好吧你先看车好吧 对不起 sorry i'm sorry ok 这个如果我把这些放进去 就觉得黄的老板 是不是有问题了 对 没有任何大事故 就后面 就换了一个电圈 原来我跟你讲 它这个气门 这个气门是盖这样的电圈漏油 奔墙吧 上面下面 这战新的轮胎刚下地 那你估计它 它准备横穿美 我这是 我是这个人 你就开到北极南极都没有 哈哈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我如果为了保险 我不是说你这个车有问题 就是我如果为了保险 我想让它更安全一点 我还要换哪些东西 什么都不需要 啥都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电瓶都是行的 二十年一月的 你说你换什么 你听这方面的声音 我听不出去 其实我不懂 不懂你 你都听得住 哈拉哈拉想跟这个 这个这个 反正好像好像是没啥问题 这些只是都没有报警 什么的 没有任何故障 我问你啊 这个车 那就这样嘛 那就这样嘛 老板 恰里啊 你就 我稍微还点价 不还价 一分钱不还 稍微又会点 我做生意 我是北方人 不是也这样 我是北方人 我就一分钱都不还 但是我可以说你个什么呢 你说我个啥 你说我个啥 因为我准备 这是个倒生意 是自己做家装的 看到没有 我跟你讲 那个现在都有 你租一个月 你感觉不满意 或者你感觉车子哪有 故障了 800块钱 没事 800块钱 这个老板是个后悼者 我就知道你租一个月 租了我一个月 800块钱 怎么样 人这 调不出毛病吧 你亏也就亏着 一个月的租金 而且你也不算可以 你开一个月了 对对 对对 你想想 如果我 任何一个车床 哪个车床敢 出门就不让你了 跟你讲 出门就拉给你了 不要怀我 不怀你 反乱这个 为啥 天生的 怎么办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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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行吧 那就买了吧 对 不买了呀 不是很爽快吗 不是 行 你比我还爽快 开一下 开一下 我开都不想听了 我还是东西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个爽快 我也更爽快 咱们不要 我还你 我还你都说 我还你都说 都说 没没 我给你试一下 或者咱们找个修理厂 你随你 你找一个 我都说可以不试 咱们把它吊起来 你随便这么检查 老说你干脆 我是不是更干脆 啊 这里我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反正那个 正常的过货费用 肯定是我错 没问题 对 但如果比如说 因为车的问题 导致了其他费用 这个我 因为车会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 比如说漏了什么信息 漏了登记了啥 不会 我会带着你去把他过货掉 你带着我去过货 我可以带着你去 今天怎么能去吗 马上就可以去 那可以 那我要现在 那我们直接可以去过货 对 我什么都可以 我什么都 那我直接开去过货 你会有事 那我跟他去 过货 得多长时间能过 过货 如果你找个大一半的地方 过的话 10分钟吧 其实我现在给你 怎么样 你到了那给我也可以 你到了还都可以 他绝对我帮你现在 你这里还补了 昨天我给了 昨天视频还没补 你现在还专门补了 给你修复修复 那没办法 跟人家朋友还是有差点 没关系 我可以把那个笔给你 你可以自己点不点 我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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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嘛 这个车放开的时候 都不带跑偏的 他一点不偏 这个不是四股车 如果是转过 前面转过 左面转过 右面转过 他绝对要往哪个 一般怎么做定位 都做不过来的 对 这个一般每个手车 都有什么坑 因为我现在采过的坑 就是改里程 好多人都改 一般还有什么坑 就不要买那种 不要太太太 那种又便宜 又又性价比好 那种 你感觉性价比好的车 怎么可能啊 对对对 那你这个车 如果我觉得性价比 也是有问题 照理用书 哈哈哈哈 有这方面的对比 其实我真不懂 昨天那个车5000 因为它那个发动机 那个预稿 那个检测检测报警吗 我就问他这啥情况 他跟我说 他这个老车正常 开开就不亮了 那我就吃不准 开开就不亮了 我就吃不准 我就明白 如果能修好 他绝对会修好的 you want to do that 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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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pay monthly yeah monthly monthly I don't need to pay all of them because now you take money by my card I don't have a company yeah we can do that yeah 那个 我是应该不用太紧 我最近把写东西 就应该 把写东西搞买了 女华 我修理长 就是说你买我们的车 你不用担心啊 有什么任何问题 不要着急啊 不要说是感觉被坑了 被骗了 回来 我们给你处理 给你弄 都管的 你不要担心 好嘞 这个我们不是做一锤子买卖 不是说坑一个 算一个那种 女生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点 GPC GPC就是性格 没办法 终于把车搞定了 这下就方便了 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我来展示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凳子一放倒 就看一下 这不就是一张双人床吗 就算走到什么荒郊野岭 我也不害怕了 可有安全感了 现在